第一点 如果你是AMD的显卡 你可以放弃了 第二点 如果你用的不是达芬奇的付费版 那你也可以放弃了 关于第一点 达芬奇的Linux版 的Redmi文件上 只提供了NVIDIA显卡的说明 况且 我曾经也在AMD的Resin上尝试过 所以放弃吧 如果你的显卡 可以用AMD GPU Pro那个驱动 你还可以试试 但Cuda不香吗 为什么要用OpenGL呢 关于第二点 免费版的达芬奇 在Linux上功能缺失严重 特别是缺失了许多常用音视频格式的支持 所以放弃吧 为了最好的支持达芬奇 让NVIDIA的显卡可以发挥应有的性能 我们需要安装NVIDIA官方提供的Linux币源驱动 方法就是到NVIDIA官网下载 比如 得到了一个安装文件 安装 或者一切都可以按照达芬奇的官方文档 这些 当然呢 这样会比较麻烦 每次你的Fedora要更新内核的时候 你都得重新安装一遍 显卡驱动 原因呢 就是Linux这个红内核 以及它对驱动的处理方式造成 所以呢 我们通常都会用Fedora上的一个著名的第三方软件源 RPM Fusion 大概这么念吧 直接复制这条命令 将源安装进去 之后我们只需要再安装一个 AK Mode NVIDIA这个驱动就可以 如果显卡比较老 可以选择340或390版本的驱动 这里面都有 就此 整个驱动或者是内核模块 全都会跟着Fedora的升级而升级 当然 你的窗口管理器 也将会从默认的 微烂的 重新变回为以前的X-O 反正微烂的也没什么好用的 不是吗 好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当然注定会有别的问题 那就等遇到之后再说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